您好 欢迎收看这节晚间八点钟的中天晚间新闻 我是十六群 现在关心最新消息 发生在这个月初 新装榴弹杀人案 警方经过了长时间调查 终于锁定了嫌犯 在今天下午发动逮捕 目前是带回了一名嫌疑犯 正在警察征讯当中 到底目前最新的详情如何 要联系记者训华川 华川请说 好了 根据我们刚刚掌握到最新消息 发生在这个月初 还被先新装的榴弹杀人案 有了重大的突破 专业小组在今天下午五点半的时候 在新装和回龙交界一处小套房里面 成功逮捕了一名高姓嫌犯 六十年次他不但是新装人 同时他也被专业小组发现 他的案发的时间点也出现在这个小公园附近 还有呢 他这个有强盗毒品抢夺跟枪炮弹药等等的前科 同时他在五月初的时候被返桥地检署通弃 于是呢 专业小组经过一个月来调查 调阅通联记录之后 锁定他是重要的嫌疑犯 在今天下午发动了成功的逮捕行动 不过呢 他回到分局之后 却向警方表示他拒绝夜间征讯 所有相关疑点都必须等到明天早上 才能够异议的厘清 不过呢 我也发现到经过一个月的调查 新装警分局所有的远警 几乎都是停丘的状况 在今天下午终于将这名嫌犯带回来之后 这新装分局里面气氛是稍微好了一点 不过呢 相关疑点他必须等到明天早上 才能够进一步厘清 主播